寄出一封封求職信 想在六月毕业季前提早找工作 没想到屡屡碰壁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多难 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今年有83.7%应届毕业生 预计投入就业市场 但高达82.1%担心 因为疫情阻断求生之路 另外有16.3% 则是继续升学出国进修 获释伏兵役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加上今年毕业季比较提早 预估六月份七月份 甚至到九月份的话 可能失业率还会有 持续往上攀升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边境解封的状况 还没有落实 根据主记总数公布 五月失业人数达43.4万人 比起上个月增加5000人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点六八 创下七个月新高 甚至分析每周公时 未达35小时的就业人数 也有29.6万人 创下近九个月新高 预估在十月份以后呢 如果这个边境解封 那特别对于像这种 内需型的这个餐饮业 或者是观光业 从业人员陆续获得 这个工作机会 全年来看的话 应该不会有去年 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数字 还是忍不住悲观 就是因为边境不开放 想刺激观光产业 吸引人潮回笼 还是困难重重 毕竟产业要先稳定 才能让就业市场 也跟着纯暖花开 欢迎新闻 无名夜刘佩婷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